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多的一次吃死103家次骚扰台海 这是目前掌握的最新的情况 明显表达的是什么 说白了 就是中共表面上跟美国在这见面 实际上根本没有停 并且是越来越多 现在是103家次 9月18 9月17号 如果说再过段时间可能是500 600 1000 根本防都防不过来 具体情况底下 这是台湾国防部周一表示 过去24小时 共有破纪录的103家次 中共军机出海活动 其中40家次预约海峡中岸 中共持续的军事骚扰 以对台海及区域安全 造成严峻挑战 以导致紧张 情势急剧升高 恶化安全局势 这个 中共的发言人是怎么说的 外交部怎么回应的 毛宁说 有记者问 是吧 就关于这个事 毛宁说 首先这不是一个外交问题 具体情况起向中国的主管部门了解 然后说我要告诉你的 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然后中共的内部媒体大肆宣传 就是104次 什么我军军机抵达台湾历史性高 狂打鸡血 所以 这个中共啊 所谓的你看王义和这个谈 没什么好谈的 说白了 就是啊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是警告的 但是中共并没有停 他在持续加码 米利将军啊 在CN接受采访时 说如果中国试图进攻 并夺取台湾岛 将犯下严重战略错误 啊 这个 具体是怎么说的 有这个主持人问啊 您曾说过中国妄有 拥有一致 甚至可能比美国更强大的军队 米利说这是他们的目标 卡扎里亚问道 您说他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米利说他们正试图朝这个方向发展 主持人问道 是否有可能我们回头看的时候 会觉得我们高估了他们 就像我 记得对苏联军事力量的估计一样 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错误的 我记得对萨达姆军队的估计 现在看来也是非常错误的 我们是不是 您知道会不会因为这是一个黑箱 我们知道的不多 但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的敌人 比他们实际更强大 米利说绝对的啊 我的意思是这很有可能 而且中国人不是十英尺高的强大 夸张的 请注意 我说那是他们的计划 那是他们的愿望 那是他们志向 如果我们停滞不前 如果美国停滞不前 美军停滞不前 而我们不实现 现代化 那么中国人很有可能成功做的 这一点 米利补充说 但法里德 法里德就是主持人 你所看到的 可能是自19世纪末 美国经济崛起来 一个多世纪以来 经济实力的最大转移 甚至可能是多个世纪以来最大转移 西方的崛起和罗马的衰落 类似 从79年 邓小平的改革开始 全球经济力量向中国发生了巨大转移 我是在1980年寿命成为军官的 所以45年前 世界经济开始发生转移 如今中国毫无例外的成为世界制造业制度 在经济实力发生转移之后 中国人拿这些钱投资打造世界一流的军队 这就是他们想要做的 他们想要一直在太空网络 以及传统的陆海军 陆海控方面 非常有能力的军队 米利补充说 他们开发了第四代和第五代战斗轰炸机 真正的复制了我们的设想 他们正在努力发展一支 蓝水海军 一支水下海军 他们将地面部队 从20世纪70年的步兵 农民军队改革为拥有多个司令部的 现代军队等等 因此他们正在走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路上 他们的目标是在本十年未 真正超过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势力 肯定是要在下个十年中期达成该目标 他们希望美国在军事和外交上退出东亚 他们希望我们不再是亚洲结果的仲裁者 然后他们希望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美国的全球挑战者 他们希望在本世纪中叶达到或超过美国的军事能力 但我们不会停滞不前 美国将继续现代化继续投资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像保险钢车的贴纸 但以实力求和平 这句话是有价值的 因此这里的目标是威慑 你不希望发生大国战争 我们在一战中经历了一场大国战争 在二战中经历了一场大国战争 我们已经有八十年没有打过大国战争了 我们学要确保避免大国战争 而中国你知道吗 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评估 但肯定他们肯定是大国 在经济 军事上他们有能力 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 避免与中国发生公开的武装冲突 这个主持人问 最有可能的爆发点是台湾 有效 有报道称 布罗斯是麦克兰参院的助手 他在书中指出 五角大陆对台湾进行了很多 很多的兵器推演 美国几乎从未在这些兵器推演中获胜 美国有可能击退中国对台湾的入侵吗 米丽说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是的 多年来我进行了大量的兵器推演 你知道我已经服役了44年 兵器推演从训练目标开始 很多时候你都在尝试他们不同的情景 你正在引入新的功能 所以你必须谨慎对待所谓兵器推演的结论 他们通常不完全是自由推演 他们的设计目的是为了首先实现这些结果 因此我想以非保密的方式告诉你几件关于台湾的事 首先我们美国仍然坚持台湾关系法和已知相关的六项保证 我们美国希望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一个和平的结果 无论这两个人民之间有什么问题 这是美国的愿望对吗 只要是和平解决 但在军事上如果中国试图进攻并夺取台湾 将会犯下严重的战略错误 顺便说一句这不是唯一的选项 但进攻并夺取台湾岛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门槛 这是所有行动中最复杂的 谈善的说此时此刻 中国的军事能力可能还不足以做到这一点 习主义在公开的非机密讲话中 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在2027年前发展这种能力 以前是在2030年 后来他改到了2027年 这并不意味着他决定这么做 而是意味着他希望他们具有这样的能力 而这也意味着他们此时此刻还没有这个能力 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的 金正先生你怎么看啊 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从这个俄罗斯的开始 进攻乌克兰的开始呢 这个事情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他在就是这个方向和这个进程 他可能有持有缓 但是这个方向他是 由于中共来讲是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方向 但是通过这个米利的这种怎么说呢 他是一种就是无法排除了政治正确的这种态度 但是这个如果维持这种就是你 美国他还是想通过这个自己自身 这种想法我觉得比较难 就是他没法阻止这个到一定时点 中共就是他中共对于中共来讲 他是有一定这个这个时间节点 不是说你你那边实力一直增强 他在评估以后就是他是非理智的 就是有些事情他到了一定时间点 他是一定要做 所以我说我是觉得这个米利的这种说法 虽然是从政治角度讲 他是他是对的 但是当然也不代表美国没有这种 这种突发冲突的这种准备 他肯定也是有的 所以说我更倾向于这个 在中共这个不断骚扰台湾 把这个叫什么军事存在常态化的这种进程当中 如果美国还要是没有无所动作的话 他就会变成就是他的这个武装和这个和对台湾的这种政治渗透 他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我这边强一点 那边都更强一点 所以说他就是两个两方力量互相扶持 就有可能让中共达成目的 所以说美军当然不能单从这个军事层面上来看这件事情 那现在 这个 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情度 就这个政治和军事两方面 路德 秦升先生你那个信号有点不好 你重新进来一下 有点断断续续 好的 好我觉得这个其中事先说太对了 就是说 如果只是从军事层面来看 就热战的层面 那肯定中共 比如说2027年2037年他都没这本事 但是如果从超限战 从内部颠覆的层面来看 就像那个当年 西藏也是这样看的 当年中共是吧 夺取西藏 都是这样看 只要有一万人守在那里 中共几十万大军都过不去 因为西藏可是天险 西藏天险 比台湾海峡 那个时候还难 如果你去过西藏 你就知道有些怒疆 有些那些根本你就过不去 但是为啥 1952年就把西藏给搞定了 很简单 内部颠覆 里面有人配合 所以你说米利将军说的这个 有没有错 没错 但中共照样还在往前推进 就是国民党当时丢了大路 也是没搞明白到底咋丢的 就是很多既有军事层面 前苏联的支援 更重要的就是中共的 在国民党内部的渗透 层层渗透 每个环节 那么蒋介石身边都有 郭汝辉 郭汝归 是吧 那都是习的 就当时都是中共的人 上上下下 他打心理战 能力很强 他玩这种 这个 通过外部施压 内部颠覆 你看现在的施压 已经施到103次 加次 这些 你看美国 阿富汗 怎么丢的 到现在都没搞明白 这就是中共的本事 所以这米利将军说的这些 有一点 有点嗑舟求见 说白了 完全不了解中共 如果 他当时 你看美国当时说阿富汗 什么塔利班 说阿富汗国防军怎么地撑个半年没问题 是吧 但十几天就搞定了 他需要大使 把所有的阿富汗全搞定吗 不需要 他直接落到阿富汗那个首都 坎达哈 直接 是吧 把你总统府给换了 就搞定了 要得了十几天吗 根本要 很简单的是 这就是 中共的打法 中共现在的打法 就这个打法 在乌克兰 是吧 当时 如果不是提前提醒 泽连斯基 逃过了被暗杀 他也是三天 绝对搞定乌克兰 现在 台湾 情况比乌克兰 更糟 为啥 因为乌克兰 那人真的是恨俄罗斯人 就 乌克兰人是真的恨俄罗斯人 就当年 东欧这些国家 没有喜欢 前苏联的 但中共现在的台湾 搞成啥了 有多少人 呼唤着一统 是吧 因为当时 你在乌克兰有重点啥 俄罗斯经济不行 乌克兰来那要跟着欧盟 欧盟都是高收入 现在台湾是啥 没有旁边有个欧盟 也没有一个大的经济体 可以呢 他啥都靠着大陆 所以他一个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米利 说的这种 如果纯粹从军事角度来讲 这个事 那绝对 没问题 但是 从台湾 说白了中共颠覆的角度 我觉得 远超 所谓的 美国的 他们的 现在的 所有的 所谓的 兵器推援 就是你的 所有的兵器推援 你根本就没 推一步 内部颠覆的 这一步起 秦荣师 你怎么看 我也觉得这实际上是最危险的 如果你默认这个 并肩做现在的 经济推援 只有这部分内容的话 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如果这个打起来的时候 中间有人倒戈的话 那这个整个的结果就是决定性的 这非常关键的反转 所以说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 自由 自由世界里边有一种 虽然它 能力量很强 但是它有 秦荣师 怎么说呢 你这个信号断断续续的 你看能不能找个信号好点的方式 连进来 重新连进来 这我来先说两句 信号断断续续 你重新连一下 你看 对 这里头 这个美国如果在中共的评估上 如果不考虑中共的内部颠覆 对台湾的政治 以及台湾政府的台湾军队的渗透 不考虑这 那回到阿富汗 就是重演 中共的实力比塔利班强多了 是吧 强多少倍 几千倍吧 是有 中共的整个的渗透能力 那比塔利班也不会弱 而这个台湾地区的复杂程度 不比阿富汗差 也很复杂 也很复杂 阿富汗也是复杂 阿富汗当时的加尼政府也是很腐败 超级腐败 是吧 所有的国防军 是吧 就是 美国白训练了20年 所以这个 这些啊 这个 你还有中共现在说 摆了渗透美国 都多厉害 你自己想想啊 你看上次 这海军不抓两个特务吗 海军 是吧 两个间谍 过了安全审查 过了clearance 居然都是中共的间谍 两个 这些 没有评估 没有考虑到 所以啊 这个 如果意味着 等着所谓中共啊 那个 就是他的这种方式啊 一点点给你啊 等着所谓的和平的方式啊 如果没有 热战的方式 等着中共一点一点拿下的话 你像越南 你美国只是跟他签一个手协议 这真正越南的 情报系统 公安系统 那都是跟中共是一伙的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 慢慢的啊 让你们根本没感觉 最后汇报的 汇报的内容都是假的 这是关键 清晰 分享一下 好的 现在呢 现在声音怎么样 现在很好啊 我刚才讲到这个 就是 这个自由世界 他有一种 一种被动性 就是他有的时候 他没办法追 对于这种 也不是没办法 就是说他比较少 这种被动性来自于哪 就是来自于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 无罪推定 就是与人为善的这种 这种这种先觉的一种事情 就是说他没 比较倾向于不对 那个没发生的事情 做出这个就是坏的层面的 这种这种 这种预判和这种 就是以罪从无的这种推定 他比较倾向于这样 所以说 对于这个独裁体制里边 他就有很巨大的优势 去干这些坏事 就是他的体制 是允许他做这些暗象的东西 或者这种 所以说 我觉得根本的威胁 就来自于这个独裁体制的 他的所谓的这种灵活性 就是他可以不讲这个 这个这个原则和善意 他就就是靠作恶 所以说白了 刚才卢哥讲到的那些 震头也好啊 就是这个 对于这个 就是对方国家的这种 这种是底下的这种暗象操作 他在这个自由世界里 他是他的体系里 是没有这个执行的通道的 所以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或者说 更多的了解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独裁体制运行的这种 这种这种就是暗象的背地里的 这些事情 我们也经历了已经这么多了 就是每次咱们实际上 自始至终都在讲他的他的这个邪恶的性质和他在底下做的这种事情 就是各种 比如说中联啊什么这个统战啊什么一系列的这些 就对美国的各种方式的这种渗透 当然也发生在像越南和台湾这种地方 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还是属于揭露他这种这种这种手法的这个威胁性 让让原本就比较守旧的这个美国的分的比较清楚的政治和军事这块呢 能有一个协调的动作才是解决这个 就是至少不能说解决至少是对这个威胁有所有所警惕 或者有所准备的一种一种办法 就是还是得不断的去揭露他这种运作的原理和他是已经实现的这种的渗透的这个严重程度 好欢迎这方面啊咱们基本上差不多啊 别忘了点赞分享咱们今天节目就到结束 谢谢青龙志先生谢谢各位观众们再见